曾经辉煌才懂得延续的重要 曾经遗忘才懂得存在的美好 曾经消失才懂得重生的可贵 欢迎收听我们的老台湾 哈喽 欢迎收听我们的老台湾 我是伟青 这是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的节目 在城市广播昂每周遇到周五的晚上八点播出 哇 时间好快哦 我们的老台湾这个系列节目即将进入尾声 在我们的老台湾这个系列节目即将进入尾声之际呢 我们想要介绍一个特别的人物 他就是日志时期南投草屯镇的首富黄春凡 生前他乐心共义 两度担任土城区长 当时的农田都是看天田 就是老天下雨才有水可以灌溉哦 黄春凡于是主导龙泉军的开凿 让农民从此有水可灌溉 收获大增 一直到现在深受许多人的感念 今天我们的老台湾 邀请到同样是来自草屯镇的梁志忠老师 跟大家回忆那一段往事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曾经辉煌才懂得延续的重要 曾经遗忘才懂得存在的美好 曾经消失才懂得重生的可贵 欢迎收听我们的老台湾 欢迎收听我们的老台湾 我是伟青 在今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就跟听众预告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很特别的人 尤其呢在我们的老台湾这个系列呢 即将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呢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呢 已经很习惯在每天晚上八点锁定城市广播网 听大师说故事哦 那相信今天这位来宾要介绍的人物黄春凡 除了他没有人能够说的比他更精彩 我们欢迎同样来自草屯的南投故事馆的馆长梁志忠老师 嗨伟青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请老师跟听众介绍一位很特别的人 他就是黄春凡先生 因为他对地方的水利贡献很大 那先请老师带听众认识一下黄春凡这个名字 他是什么时代的人 然后呢他又是怎么发迹的 那关于他的家世背景又是什么 这个人在我们草屯来讲他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 因为他其实他本籍不是住在草屯 他不是住在草屯 他来到草屯之后 他是先住在双东然后最后就落脚在土城 他是一个他其实是清朝时期 他生于清童治九年 清童治九年 就是西元1870年的7月19日 他最天出生的 他属于民国38年12月24日享受80岁 其实他本来是住在万峰 万峰是什么 万峰就是台语的叫万岛六 万岛六是一堆 天边的 万岛六 就是说这个地方比较多重 但是他离不太近 我们春旁其实以前最小的名字叫阿K 阿K K是什么 西州西流 那个是阿K 原名 片名是长泉 当庄 所以本名不是黄春堂 所以他们有一个长泉堂 他们那边有 那个四个院里面就是长泉堂 他要改这个黄春堂 这个名字也很注意 其实我也不知道 有一个应该 他算我在经理老照片 然后我有展出 他们家族的照片的时候 在我们的图书馆展览 他们家人有看到 他们因为没有这张照片 他们就透过图书馆 找到我 然后跟我联系上 联系上之后 然后才有跟他们家人 接触到 更了解到他的一些 生平的背景 因为六媳妇 他叫陈慧美 六媳妇 虽然是六媳妇 但是他也是医生 在日本时代也是医生 他就口述 他跟我讲 为什么他最后要娶 我们现在所知道 这是黄春坂 其实他不是本名 是因为主要原因就是说 他这个名字 是因为有一次 我们的台湾总督府行政长官 厚藤新平 再一次觐见黄春坂的时候 所示名 那为什么要示名春坂 那主要原因就是说 清朝把台湾歌唱给日本 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 这个马关条约 就在日本下关的一个春坂楼签订的 春坂楼 春坂楼 在日本的下关 下关 日本下关春坂楼签订 那厚藤新平为了祭奠春坂楼 然后就示给他这个名字 那感觉像这个是一个很风光的事情 对啊 其实他可能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示名春坂 但是他觉得 自从用了这个黄春坂之后 果然啊 事业扶摇直上 一帆风顺 这也真的那种宏图大展 成为草屯的首富啊 OK 所以这个黄春坂是后来被改名的 对对 那他可是他是怎么出头的 他怎么变成首富的是不是 对啊 对啊 因为根据我手中资料 就是黄春坂文书里边 那个黄春坂在日本时代 我手中资料至少有投资 39家关系企业 39家关系企业 除了说脏脑本业有四千之外对吧 制堂业有很高价 这堂的 堂泡我们做的堂泡就是了 卖堂的 那他做黑堂的 那交通运输类有三千 那原物专卖有三千 对于说买严贯 这样听起来他以前很爱做生意 很厉害做生意 不是说很厉害做的 做很厉害的 又做商脑业 然后又跟民家做那个什么 交通运输业 对 然后又还有信用贷款的 信用贷款的 因为年龄也开两间 对啊 他做跨很多行业 然后其他业有八间 他手腕非常灵活 那他生意头脑很好 几乎南瓜当时最重要的行业 那原来是地方的 那个商业的巨子 而且是他又有那个银 两间银行 一间是宏远公司 另外一间是草鞋盾信用组合的 雄后财力当后盾 所以经营得法 他变成首富 所以他后来就是好像 有在图城担任区长 对啊 那其实 洪春凡他跟沐丰 其实林家也有渊源 哦 怎么说呢 他其实洪春凡他又 他小时候就读那个诗书 他在光绪年间就受雇于 雾峰同龄衙门 这个林朝洞的洞志营 他在当书记 他最主要是管理张党的专卖业务 后来因为雾峰林家 在这个南投内山 这个张老事业 不是那么好经营 因为南投内山 有一些原住民会出草 然后那个要砍花张树 都是要平地 如果砍花没有的时候 就要入内山去砍 那会有很多环境 风险 不是那么一般人可以进去的 没错 所以当时乌峰林家 经营这个 这方面啊 包括国县啊 普里啊 这些地区 他就让手 他又 他又释出 那时候 庞春晚就顺势接手过来 接手过来之后 没有多久 又遭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个张老需求量大增 所以就自负了 为什么张老需求量大增 因为张老是火药的原料啊 真的哦 很重要呢 火油 如果要做火油 你就要有张老 所以他在这个西藏大增 所以台湾在这个 一旧一空年到一空一六年 那期间台湾是全世界最大的张老出入国 黄春晚侍奉其始 对 所以 他那个文件经营 所以也 就叫他探大钱 哦 原来是这样子 他刚好也是有那个时代的契机 他从张老起家 然后又跨组制塘叶 然后又那个盐的专卖 古显龙是 台湾总督把那个盐专卖都交给他 那他就要把他的田 他的盐 那个在各乡镇 各县市分配 所以那时候就是黄春晚就 跟他拿到三个盐管 然后 就叫他探不着急 所以他以前真的就是那种 我们现在说的斜杠人生 他以前就是那种 做得最极致的人 那不止这样子 因为黄春晚是因为致富之后 开始对草屯地区的水利事业发展 有很大的贡献 那请老师介绍一下 他当时做了哪些事情 他其实农泉郡 我们讲到这个 它是水利开发農权金最重要的 因为在这个世元一久一半年 也就是日本时代 才有三年 真正对吗 我们超顿的东厕 就是说靠近国姓普里那边 包括双东 南埔 北西南 博寮 富寮里 这个地方因为地籍民贫 农作欠缩 每年稻穀收成只有一次 水看天填 你知道吗 看天塵 是 虽然说OK有留在北平 但是 那你也交错期间 水利开发不容易 也只能忘水兴探 但是如果这个水的问题 如果我们改革来说 这个汉地就会变成凉田 就会正硬了 所以 黄春帆有看到这个 他就想说 这样我就能不能对国姓 因为那些 黄春帆的取水口是在国姓 是 湖硅 是 那个隧道口那边 那边下面 因为一定要找更高的地方 然后有河流的地方 来作为取水口 对吧 所以就对国姓湖硅 那个地方 隧道口那边 就直接取部分的吸水 然后沿着乌溪山壁 着洞 将结取的那个吸水 直接流入 导入草存东侧 它所有的荒地 那就是我们改革 这个改革缺水的问题 老师不好意思 我打断你一下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 水利发展 这个是 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下段回来继续说 好 曾经辉煌才懂得延续的重要 曾经遗忘才懂得存在的美好 曾经消失才懂得重生的可贵 欢迎收听我们的老台湾 哈喽我是温馨 欢迎再回来我们的老台湾 你可以在城市广播网 台北FM90.1台北健康 竹苗地区FM98.3大苗栗广播 台中FM9.9城市广播 还有FM97.1台南之音 都收得到 那我们今天跟听众介绍的是 草屯的首富黄春帆 那欢迎同样来是草屯的 南斗故事馆的馆长梁志忠老师 老师你刚刚讲说 那个黄春帆对于水利开发 因为这个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贡献 那接下来又请老师继续跟听众说 其实这个草屯是怎么开发草屯 最重要的就是因为 那时候就是草屯有一位 比他更早开发水准的 就是李春圣 李春圣 李春圣 他就开早北陀新郡 北陀新春 北陀新春 从开了之后 当地的那些农民 包括他自己 因为他自己土地也蛮多的 都是北陀新春的 做旁边的产生很多 所以开成功之后 那农民和他都产生很多钱 因为水都有来 所以一年就能修行两次 所以其中修行两次 中间还可以进农作物 所以他看到这条 他感觉说 他所在地的那个霜冬 那边属于看天天 看天 一年就修一回 看天修一回 所以他因为说 他要修这个李春圣 所以李春圣就是 黄春旁的模样 这是他的启发者 对 所以他也就修了 李春圣 他最 他取水口是在草屯而已 但是黄春环他觉得 他的地势比较高 是 没错 他们那边的地势比草屯还高 李春圣的土地大部分在草屯平原 但是黄春环的土地大部分在比较高一点 比较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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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起水口势必要更高 当然 所以他就在国性那里去了 他到国性那里去 好久了 所以他起水口 开草料料 当然 哇 那整个包括这个相当 双东 土城 包括那个南浦 很多地方 就是因为他开草 那种农泉军之后 整个地方就 因为有水利的设施 然后就农作物 就可以一年收成两次以上 所以原本是旱地 他就变成可以种 这个稻米的这个良田 以前农业社会田如果能够耕作农地 能够耕作稻田是最重要的 没有错 那个稻田是最大的收获 没错 上一段节目当中 老师有说到黄春环的出身 然后后来 他本来是一个生意人 后来他主导农泉军的开草 让农民从此有水可以灌溉 那这个我想请教一下老师 以前那个年代或大环境来说 如果要成为一个精英 那基本的策略 他要不要先购买土地 对啊 那因为 最早就是怎么 因为土地当然是最重要 没有土地的话 但是黄春环最早还没有开草 就农泉军之前 对不对 因为那些农民 人们说 第一个 种感情 会死亡 这什么说法 他以前没有做产 没有做产 他就种感情 但是种感情 我们说第一种种感情 后来的问题就是这样 种到我会 甚至于 要够 他要够 税金就不够 对 就是说他种感情 以后 你也是要求税金 对吗 说很凶是不是 所以那些农民感觉 我这样做 我做这么久 只要入这个 收得到的费资 要入税金就要不够 是不是因为甘蔗的利润 很低的嘛 收入不足 连缴税都不够 所以如果连价寿 廟 那个黄春帆 他们的土地 所以那东西 土城区 所以他就在双冬 土城那边就收购了很多的土地 我甚至还听到 老婆人在说 那时候黄春帆的土地 因为那时候 日本政府来清查土地 这个土地是谁的时候 对不对 一些农民 今天说 如果是我的来说 我就要去日本政府扣税金 臭税很凶 因为清雕西带 很多 台湾人有很多的云田 他不要报警才知道 是 因为如果还报警才知道 他就扣税金 所以日本政府来后 他也是不敢说是他的 结果 黄春帆很聪明 那不是你 这就是我的 就把它插下来 这一支黄春帆的 这卫青的 这梁智聪的 就插下来 插下来就变迷的 对啦 他就说 怕他说 扣税金 就都撒下来 没关系 没关系 结果到外面 真的都变迷的了 哎呦 还有这种事哦 或许也可以 也是有廉价跟难买 因为我不是当事者 我不能随便讲 可是以前那年代 但是就是说 小小的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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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就是说 好啦 不然小小的买 看天嘛 看天而已 反正也没在 正常都正账吃 正账吃 收入又不好 所以很多种因素 组合起来 所以以前土地 很大 你看我们 在 我们有一张老地图 就是在 民国之前 有一张老地图 日本人来后 他把草屯分成三个区 三个区 就是土城区 还有那个 草歇敦区 还有一个就是 北投区 这三区而已 新庄区 就是新庄区 草歇敦区 就是土城区 这三区 结果土城区的土地 最大 最大 但是那些土地 最没记得了 哦 它是最没有价值 是在于说 它是 那时候还没有农前菌 开发 就是没有开发 所以它就是感觉上 就是荒地 因为它土地也比较高 地势也比较高 哦 原来是这样子 那只能够种甘蔗 所以我们村麻麻的 湯泡啊 是 我说湯泡 一个庄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黄春帆 不只将日本政府贷款 主导龙泉郡的开藻 那老师 我听说他田地 山地桶座 多少 超过三百公顷 三百公顷是多大 因为这对我们来说 很难想象 我去做田地调查 因为我 我有一条照片 就是说老套片 我发觉 他们的六房 他跟我说 他就带六个母而已 但是呢 我去问 附近的人 他跟我说 不是六个啦 是八个 带八个母 我说 蛤 带八个母 他说 当初是 他那个桃山区 好像两尾而已 一尾就是他 他要人要爹的嘛 另外一尾就是黄春帆 他告诉我 都没有住家 他告诉我 黄春帆的土地 站在那里 举目所望 全部都他的 都都是他的 哦 你就是说 他都是 基本上就是一个王国嘛 真的 你看 超短的土地 你以为分成三岗来说 天啊 他是最大的区 超短的 整个草春帆的土地 他是不止三分之一 他可能是等于五分之二了 所以他是一眼望过去 你看到的时候 都都是他的 都是他的土地 天啊 这太吓人了 所以其实应该是超过 三百公顷 就是因为土地多 对吧 气压多 水压多 是 所以他才揣 那么多的母 就是这样 揣八个母 哦 好吓人哦 老师 除了这个 龙泉郡的开枣之外 黄先生好像还是一个 很重视教育的人 对 那我们下一段节目当中 请老师继续跟听众介绍 好 曾经辉煌才懂得延续的重要 曾经遗忘才懂得存在的美好 曾经消失才懂得重生的可贵 欢迎收听 我们的老台湾 你真的收听的节目是 我们的老台湾 我是伟青 我们的来宾呢 就是来自于草屯的南投故事馆的馆长 梁志忠老师 正在跟大家介绍传奇人物 黄春凡 老师你好 嗨 伟青你好 老师听说黄先生他是对于教育社会 他也很有想法跟做法 非常重视 是是是 那请老师继续介绍 你也听过黄黄燕吗 不是 黄黄燕就是阿扁的家庭医师 了解了解 如果阿扁出事后对吧 黄黄燕就要走 因为他不是只有他的家庭医师而已 他跟阿扁的交情非常好 阿扁很多的家庭的很多的事情都交给他处理 所以他知道阿扁的事情太多了 那时候阿扁被抓去的时候 他就出国就不回来了 我不敢回来 我这不回来了 不能回来 就没办法 他不是不能回来 我是根本不能回来 不能回来 所以你黄黄燕只不过是一个集中一个例子 因为他包括台中科运和台中七星的总经理 还有他们的兄弟在里面做医生 很多 做医生 做不断的超顿 店头都很有成就 包括台中有一个房小博科 那是一个很老的地方 也是他们的 他家里面医生很多 而且他因为他很重视教育 后代出很多医生 所以他这个家族没有没落 只不过是分散出去 到外面 比较有成就的住在外面 甚至于还有一些什么太空博士的 哦 还有什么各行各业都有 各领域都有他的子孙 哇塞 真的 包括农费的体系 医生的 银行的 而且都是一些有头 都精英 都是精英 所以我们不能说他 好像哦 现在用村榜的家 那时候 九月正在后割掉了 其实他的儿生成就的蛮高的 是是是 因为他很重视教育 是是是 他那时候是对于草屯国小的 或者是说土城北市里 这些地方的一些学校 他有做一些贡献是不是 他其实因为他住在土城嘛 对吧 所以我跟你说 他住在差不多我们民国之前 其实那个地方也不是那么安宁 所以他本身就是为了安全起见 对不对 因为他有土地又那么大那么多 所以他自己去这个 学校 他去学校 他去 比如说现在所谓的派出所 他还进派出所 就是为了要守护 那人就出了 结果是 比如说 日本政府派一队的警察在他护 护人家 所以他是又建国小 又建派出所 哇塞 老师 可是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事 就是我 我有去找一些资料 比方说黄春凡先生 他就土地开发而言 应该会有很多 以前会有很多开墾 或土地买卖的契约 但是好像 我去找 好像没有太多相关的契约 或者是说 开墾土地的资料 这是为什么 其实他一般来讲 我们在研究古文书 都是研究清朝时代那么多 是是是 因为那个清朝时期的古文书 土地买卖的 这里有一个座头上 是 一个座 很大座的 是 日本时代后就改革了 我今天我有找一些 对 老师有带 感谢庄 感谢庄是因为他太有钱 所以很多单位都要找他出钱 对 包括出钱 那个一千块是不是 对一千块 很大 我们现在看的一千块 好像没什么 老师这张是昭和十二年 然后是民国几年 十 二十六 二十六年 然后有一个 这个是什么 他感谢庄 他捐钱做什么 他就是 台湾国王用兵器 资材 献品 他捐了一千块 他捐了一千块 他在昭和十二年 就是民国二十六年的时候 就捐一千块 一千块 一千块 要贵金房子 是是是 哇 那他这一千块 就把它捐出去了 真负金 难怪得到这张感谢庄 而且我还有带 还有带其他的 是 然后这个也是国防资裁的是不是 这个是什么陆军大臣 对 三三 三三元是不是 对 那年啊 那个刚才我说的是 那个感谢庄是我们台湾 台湾军那个什么 台湾军什么 后面那个是台湾军 这个 那个是台湾军司令官 叫古庄 古庄 这个是 因为这个感谢庄 有写些日语 第一 第一个是台湾军司令官 古庄干人 古代的古 村庄的庄 是 干部的干 是 那个人 就是淘汰人 那个人 狼军那个人 就是 第一个是 他军一千块 哦 结果 日本 政府这边 日本国这边 陆军大臣 知道 哦 大人 这人 这人 就有钱 就有钱 所以陆军大臣 日本本国陆军大臣 这三三元 这人 也特别给他 给他一张感谢庄 这张有写捐多少钱吗 因为他知道他捐一千年嘛 对 一千元的话 那国王 那陆军大臣就要特别给他 一张感谢庄了 哦 他没有写多少钱 但是因为他就写 哦 你出了那么多的钱 非常感谢你 因为那时候 大东亚战争要开始了 嗯 哦 你捐那么多钱 而且给国家 然后他还可以制造 飞机啊 大炮啊 金箭啊 那些的 所以不过 也感谢 哦 哇塞 老师 那你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一些 黄春帆的一些相关 我必要你知道 就是说 我这边今天有带来 就是 在日本时代 是 为什么你现在看到 看不到好像黄春帆 他怎么没有那种 古文书 没有什么古文书 对对对 其实不是没有啦 就是 但是在日本时代 他的古文书的书写方式已经不同了 哦 已经改变了 哦 这已经改变了 我有带来那个 好像有一个是十碑是不是 有一个是纪念碑 哦 纪念碑 是是 啊 那个纪念碑是上面是有写一些事迹吗 就是那个龙泉郡的纪念碑嘛 嗯哼哼 纪念碑上面当然是有写一些字 就是譬如说他开枣成功之后 对不对 农泉郡它流经了多少的浚厂对不对 农泉郡浚厂有14960间 嗯哼哼 嗯哼哼 1万4千960间 一斤是6岁嘛 嗯哼哼 那灌溉面积就有988夹你知道 哦 988夹呢 哦 哦 哦哼哼 那不太好看 好可怕哦 那一架就很大 那是988夹 要到1000架 完全假 对啊 很害怕死人 所以总工程会是37万块啦 当年一毛 一新一毛跟日本的人贷款 有有有有 对对没有错 他跟日本政府贷款 然后灌溉社会的区域有 双东 土城 南埔 北四南 牛十区 红鞋 还有 博尼 副料理 还有双咖 超短的双咖 可以说 蜂窝良田 认者万民 哇 大家都很高兴 所以这个地区 还有什么所谓的这个地区 今天有两千里繁荣 是拜当初 黄春返 开枣 开枣这个农泉菌之后 让这个地方繁荣起来的 没有错 所以功夫很大 没有错 没有错 开枣水菌呢 是台湾农业发展的最大工程 那黄春返呢 不只找水菌 更捐地建立学校 带动地方的人文教育 后来呢 他还提倡 草邪敦 公学校 土城分校 让路东地区的小朋友呢 不会因为下雨 阻断上学之路 那真的是值得大家去认识 跟去了解 在过去的 台湾土地 有哪些传奇人物 跟发生过的故事 那今天非常感谢 南投故事馆的馆长 梁志忠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这位传奇人物 谢谢老师 下次同时间 请继续锁定 我们的老台湾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韦欣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老师 拜拜 拜拜 我们的老台湾 是由文化部影视局 补助播出 带您深入了解 台湾过去的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